歡迎收聽《新視覺聽新聞》,我是天晴 衛星圖像顯示 近期中國部分的城市殯儀館前的車流量激增 美國史丹福大學的衛星圖片專家Nick Hansen 對美國之音表示 通過搜集更多圖像可以看出 12月初以來部分殯儀館 附近車輛變多,其他活動也有所增加 Hanson說,殯儀館的車流量比其他地方變大 值得注意的是,在很多地點看到的白色車輛 似乎是零車、公共汽車和私家車 可能用於撞禮和接送親屬往返墓地 蘭德公司中國政策研究主任王志環 告訴美國之音 對殯儀館的衛星圖像分析結果並不敢到吃驚 王志環表示 按照香港2022年春天的死亡率 擁有2,100萬人口的北京 每月將新增1萬7千人死亡 而通常情況下 每月的死亡人數大約只有1萬人 王志環表示 這種情況在中國大部分城市都會類似的 太平間將不得不處理幾乎是平時2、3倍的死亡人數 還未繼入因為醫療系統崩潰而導致的死亡 並且預計會逸出 鑑於很多老年人生活在衛生系統比較弱的農村 死亡率可能比城市地區更高 王志環推測 北京的死亡人數將在未來幾個星期繼續攀升 因為死亡率在感染率上升後 通常都要3至4個星期才能達到封值 根據8度的搜索指數 中國網民對於陽性的搜索量 在12月中旬是達到了封值 殯儀館、火葬牆的搜索量 即是一、兩個星期後升到高峰 其中殯葬服務的搜索量翻了兩番 達到了比之前最高值還要高出64%的水平 武漢市、武昌區居民王女士 再次體會了2020年初武漢封城期間的恐懼 她在2022年12月底前往武漢童濟醫院、中南醫院、協和醫院等地走訪拍攝 空氣裡面散播著死亡的氣味 沒有床位、沒有氧氣中 王女士還從殯儀業工作的朋友那裡了解到 武昌殯儀館由12月10日到現在 8個火化爐24小時不停運轉 王女士說 真是好恐怖 完全回到了3年前的原點 老百姓3年前就死得不明不白 現在死得還是不明不白 災難一直在此重演 悲劇從未停止過 難得公司的王志環表示 中共政府手上有很多的救人選項 包括了培訓醫生、治療重症 並且增加ICU的容量 提高Paslovit或其他抗病毒藥物的儲備 保障退消藥和基本藥物的產品供應鏈 但是如果中國政府沒有這個打算 這些都是不容易實施的 王志環還提出了一系列解不到的問題 為什麼中國醫生不願給老年人接種疫苗? 中國什麼時候才能建立更好的臨床試驗 和藥品監管能力? 為什麼中國完全沒有為重新開放做準備? 美國華裔流行病學和公共衛生專家丁亮 也持類似的看法 他告訴美國之音聽 中共目前缺乏足夠的政治意願迅速行動 丁亮敦促北京更公開透明地分享他的數據 令流行病學家和公共衛生人員 藉此更快地評估應對的措施 允許進口適應Omicron的新疫苗 包括接受西方的捐贈和援助 丁亮說所有這些措施都可以挽救更多人命 但問題在於中共為什麼不這樣做呢? 中國任由無數可預防的死亡蔓延 從內部摧毀了自己的社會結構 丁亮補充說這樣的事情如果發生在美國 人們可以就某些人枉死提起訴訟 不僅在北、上廣等大的城市 其他城市的世者家屬和公民也透露 當地火葬場也有人們之患 醫院是超負荷運轉 用死亡證明造假推責 在有118萬人口的江蘇省太興市 當地居民透露 由於屍體數量飆升 位於文昌西路的太興殯儀館 開啟了700個火花爐 每天能焚燒上8具屍體 陳君心情沉重地告訴美國之音 他在太興老家的雙親、惡父母連接感染 扣扣12月26日被發現感染了COVID-19之後已經是重症 29日去世 遺體在家裡停了4天才送到太興殯儀館得以火化 陳君回憶說死亡人數永遠是成迷的 人民被死得無緣無故 連數字都不是了 中共衛健委12月25日宣布停止公佈每天染疫人數和死亡人數 由疾控中心公佈疫情數據 12月至今只是公佈了十多人死於COVID-19 當局採用的死亡標準是 只有病毒導致的肺炎和呼吸衰竭 才被歸類為COVID死亡病例 這個比國際通用的標準收窄了幾十倍都不止 全程參與救治和奔喪的親屬這樣告訴陳君聽 醫院說我們不敢寫新冠作為死亡原因 如果不是就會被隔職 究竟是甚麼造成今次疫情的突然爆發和死亡飆升? 從藥品管制到疫苗無效 其中又有多少人為讓成的冤勻? 中共政府新標準下的死亡證明 在陳君看來就是在掩蓋真相 特別是開具證明的主管官員嘴裡透露出來的訊息是 一條命不值錢 但消息如果洩漏出去 我的工作就會沒有了 同時國家還會要求賠償 陳君說 死了都不如一隻寵物狗 太悲趣了 我們就這樣被死得不明不白 這個是被死亡 據泰興市的宣保殯儀館工作人員透露 該機構的工作量已經達到疫情之前的兩三倍 11個工作人員連續11天由晚上12點一直到工作到中午 甚至是下午的兩三點 這樣高強度的工作 連機器都受不住了 一位不願公布姓名 同樣滿懷熱淚和悲憤的天津公民Z先生 告訴美國之音 不僅是京津企地區 就連地處於重亂平原附近的 澤萊特旗下的偏遠家鄉都幾乎無人借面 未放開的時候 全員核酸檢測 密集接觸都沒事 為什麼放開之後一下子就爆發了 澤先生探飾說 他的父親12月17日左右開始發燒 血氧飽和到降低 25日送到天津醫院掛急診 醫院說是腎和胸肺功能衰竭 29日去世後火化 澤先生目睹到急診室 一個晚上就抬出了4句80歲以上的老人屍體 以上節目內容取材至大紀元新聞報導 今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月月版部分內容 也加入了大紀元的Patreon 請大家多多支持 《岳士國青電視觀》 我們れて bree番 education 暴露中 建成了大紀元 多多 suppe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